辞责基金 辞责基金 当初成立资责基金时 我都要找一些方法去筹款 当初我去二卖 想起蔡先生 他是做玩具的,看他會不會有些貨板 或者有些貨不要的可以捐給我們 我就去買 當時我是不認識他的 我也是自動打電話去 寫了封信給他秘書 我會成立一個這樣的機構,主旨是什麼 希望你捐助一些玩具給我們 如果可以就見面 他很有心,很善心 他給我一個時間 我去到大埔,去寫字樓見他 講解我自己的情況 他真的很有經驗 我們反而沒有經驗 他慈善家做慣慈善 他說我捐一些玩具給你 你去做義賣都可以的 但是可以籌到多少錢呢 他說現在你剛開始 不如我和你打氣吧 我捐一百萬給你 是他住機 是說的 我沒有要求他捐款 他是自動的 而且他說 因為一個機構一開始 你都要營運的 我當時真的不認識 沒有想到這麼多的 當時我的銀行戶口還沒有開 社署給你的牌子 當時還沒有開銀行戶口 社署還沒有開銀行戶口 社署還沒有開銀行戶口 他給我們那幫執委會 哇 很開心 很大的鼓勵 這件事之後 他贊助了一些玩具 我都要找地方去做義賣 想到銅鑼灣 有一個地方就是劉先生 其實我跟劉先生都不是很熟悉的 都是類似這樣的 cold call 形式 他秘書那邊 借個地方給我們義賣 他也是很好好幫忙 到義賣當日 他來 我不知道他是經過這麼巧 還是專門來看看你們有沒有 你見到他來 是呀 有一個教練說 見到他直接來 哇 大哥不是很兇的嗎 都親身下來 是呀 不是他平時不是很兇的 你沒有得罪他就可以了 你沒有令他不高興就可以了 他很nice的人 他都很有心 他也有他溫柔的一面 他見到 他就在看我們怎樣買 當日我很多謝Dudu 他也來支持 有好幾個artist 聊了一些辦法之後 當時他跟甘比一齊來 然後我就工作了 他走開了 走了 沒多久他就打電話來 給我電話 就說 哎呀 見到你們這麼樂力 很有意思呀 我也支持你啦 捐二百萬 二百 也是他自己說的 捐二百萬 那你就希望能夠帶動你的會 給多些人知道要支持 我就做一個推動和帶頭的作用 哇 我真的很感謝 很感謝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林健明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 881903.com 節目重溫啦 會不會 做一個推動 一會兒 好幾位 會不會 很感謝